以现价来考虑,美团不算很低 如果你考虑一个低基数来博潜在升幅的时候 可能美团就未必那么吸引 反而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快手的直拨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但如果都憧憬内地消费会逐步复苏的状况 又会看好美团的一些区内或者国内一些旅游方面的业务 可以带动到业绩表现的话 买一点亦是模仿的 例如说快手的问题 其实低位即53元都升了十多元 你觉得现水平仲是否可以考虑吸纳呢? 因为都升了不少 当然如果由低位去看电影的时候 的确是升了不少 但是你去看其他的股份来说 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可以留意快手是曾经4月的时候再沉底 至于美团或者腾讯这些的时候 就要看回3月的底 所以以这个向导来看的话 其实快手的反弹就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如果你说比较谨慎一点的投资者 当然看看有没有机会 下来介乎62到65元之间来吸纳 但是以那个估值上来作为一参考 保守去看的时候 它的估值起码值值80元 变成现在低过70元的状况 起码还有10%多的潜在升幅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这点是真的 很高兴 这点是之前 也会影响 但是我可以留意一下 我看到你 我会跟踪的 在这边 我会看到你 就会满意 股票 你会哪些 你会有其他的